早安TBS成間快訊要帶您掌握 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相帶您看到的是 這個國際的焦點 以哈現在確定要停火三天 為的就是要讓這個加薩的孩童 來接種小兒麻痺的疫苗 根據這種社報報導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就宣布了 包含這個以色列的軍方 還有這個哈馬斯都同意 在加拿走廊分三區 各暫停戰鬥式三天 主要就是要讓當地約 64萬名的孩童 來接種小兒麻痺的疫苗 而這疫苗接種的行動 也會從9月1號開始正式來施打 每一區每天的上午6點 到下午的3點這段時間 是要來停火 讓小朋友一起來接受疫苗的 而且也強調如果有必要 其實這整個接種疫苗的天數 會延長到第三天第四天 不過有這一次的行動 其實也是因為加薩25年來 首度出現因為小兒麻痺 病毒癱瘓的病例 而哈馬斯他也強調 將會跟國際組織來合作 確保整體的施打計畫 會安全的進行 同樣也是國際焦點 要帶您關注的是 這個美國總統的大選 現在賀錦麗的民調 是順利敲車了嗎 根據自由時報 還有ET TODAY的報導 可以看看賀錦麗 其實現在在全部的民調當中 是以45%的支持率領先川普的41% 尤其在女性 還有拉丁裔的選民之間 其實支持度是大幅的提升的 不過看看在這個威斯康辛州 還有這個賓夕法尼亞州 這兩個還有其他的關鍵搖擺州裡面 其實川普的支持率 仍然是以45% 領先賀錦麗的43% 而這一次整體的民調是蒐集了 4253名美國成人的意見 但是顯現出 雖然全國的支持率是很重要 但是選舉的結果 還是會由這少數的搖擺州 來做下決定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的是 這個娛樂焦點 現在出現了一個真暖男了嗎 他是誰呢 其實就是好萊塢的男星 李奧納多迪卡皮 跟GDT的報導 其實李奧納多 現在正是帶著他的意大利名模女友 在歐洲等地旅遊 不過近期在法國一家高級餐廳裡面來用餐 沒想到他就抗海給了 這個服務宣是5萬歐元的小費 這其實非常高 因為合計新台幣是多達178萬元 所以服務宣收到之後 是感動到現場落淚 而其實這一幕暖心舉動會被爆出來 是因為現場有一位民主食人 叫做班傑明 他也在那邊用餐 就目睹了這一切 甚至還加碼爆料 說這個李奧納多擁有一張 我們永遠不會有的信用卡 是空白的 沒有銀行名稱 甚至也沒有名字 上面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可以用它 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接續回到國內 要提醒所有這個失智症的病友 還有這個家人們要注意了 因為從明年開始 這個中重度的患者 將會取消失智製點的補助 根據聯合報的報道 其實目前國內的失智症的患者 已經超過37萬人 而內政部也宣布 即將從明年開始 針對這個中重度的患者 也就是臨床失智評估量表的 CDR 2分以上的患者 是要取消失智據點的相關補助 預計總共會有840人 會受到影響 不過這台灣失智症的協會 就呼籲了 這衛福部應該要來制定 短期的方案 要確保患者 再轉接到日照中心的期間 能夠繼續的接受服務 避免中斷 最後要帶您看到 是這個髒物 現在變成了真品了嗎 根據這個報導 其實外交部昨天就捐贈了 故宮12件的文物 裡面包含了四件銅器 還有三件瓷器的來源 是標注是張紫歌案 而其實張紫歌是誰呢 他是前空軍副司令 毛邦初在美國委託的古董商 所以這整起事件是牽扯到 1950年代的 台美軍購的醜聞 其實在1957年的時候 這毛邦初就挪用公款 從紐約是運回來 台灣總共是35箱的文物 所以也推測這35箱應該是髒物 不過如今外交部也把這些捐給故宮 所以也讓這些髒物 變成故宮非常珍貴的廣藏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 最及時的新聞內容